我來做介紹我的名教師彥如 我今天叫Renifer 我的名字就是寫在這個獎頁的第一頁 大家應該 我看大家的領 都應該都沒有上過我的課 應該都沒有嘛 都沒有上我的課 我目前是在外交部服務 我是外交部的 之前我是政府部門人口醫院 不是剛剛當老師講的 其實我現在已經不在政府部門 當口醫院或者是翻譯 我們部門叫傳譯 但是我現在是做一個翻譯訓練的工作 我在外交部的外交學院 訓練心境文明 訓練他們翻譯的技巧 當然我們今天課堂的課程 不牽涉到一些專有領域的知識 譬如說政治 外交 國際事務等等 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非常深入淺出 主要先來幫助大家掌握到四大翻譯的技巧 四大翻譯的原則 那我們大家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講義 我們今天講義裡面會有 我們看一下 1 2 然後有螢幕的話那就算了 我上次沒有接我想算了 沒關係 沒關係就算了 好 那大家來看一下我們是雙頁列印嘛 所以你總共會有五頁 大家來看一下有沒有缺頁 首先來看一下有缺頁 總共有三張紙 總共有五頁 那如果一千頁問題的話 我們就先把它放開 我們先把它收起來 先把它收起來 在我們今天的課堂上面呢 我預計是希望很快的把這些技巧都講完 在裡面有一些空白的平方 是每個技巧下面 我就會練了兩個例句 讓大家在課堂上面來做練習 我就直接寫 就可以直接練習 如果有今天有任何時間 上面沒有掌握得很好 有一些東西沒有講到的話 那我們就留待張老師 可能下一堂課 可能再講得更詳盡一點 或者有什麼地方 可能最後我在想通常都是最後一兩句 可能如果時間到的話 那我們就會依照給 讓我們要反照老師 幫我們把這整個課程把它講完 OK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沒有喔 好 那麼既然大家都已經兩兩成對了 既然今天就有人沒來對不對 有三十一人就有一人沒來 其實恰恰好 好險他沒來 OK 那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先收起來囉 我們先來做一個暖身的練習 好 這個暖身的練習 我們叫做 Quick Response Exercise 好 這樣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稍待一下 我把這個講出來 這樣一個練習活動呢 其實是非常簡單 每一個人都會有兩次的機會 每一個人都會有兩次的機會 你會聽到 比如說我會講英文的單字 你一聽到 你就很快的把中文的單字的翻譯講出來 OK 每一個人會 你會連發 十六到二十連發 然後中間你如果來不及反應的話 你就丟分 那個分數你就丟掉 這樣你知道嗎 OK 所以我們會先做中道 我們先做一道中 一道中已經比較簡單 OK 除非英語是你的名譽 那就再來就是中道 你會比較簡單 因為我不是很了解 大家認識什麼 然後之後呢 每一個人就會做一次中 音到中 然後之後我們會做中到音 然後之後我們就會換人 之後我們就會換人 OK 好 我們先來測試一遍喔 我們請大家的右手邊 我們大家不是兩個人 兩個人一座嗎 我們請坐在右手邊的同學 請你舉手好嗎 因為你們就是先發選手 OK 那我們先 我們先測試一下 像我們這次故意是真的遊戲 我們先測試一下 測試大家的反應的能力 這個內容 這些字等等的 都不是生奶的字詞 都不是 我們先試試看 比如說我說 我說 Explain Assume Able Achieve Assumptions Opinion Psychological Come on Human Components 組成沉睡元件 元素對不對 你只要講一個就不對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OK 然後呢 待會我要念的是會比我們剛練習的還要再快一點 好這個就是訓練你立即反應的能力 OK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呢 你要立刻的把它的翻譯 毫不思索的很快速也不能猶豫的講出來的情況之下這個遊戲才成功 否則你可能就是前面跟後面的部分都跟不上 OK 好 好我們請 那你中外左邊的同學可以做什麼呢 請你不要發呆 請你拿筆跟紙 我們現在這個基本法來講 反正後面是答應嘛 對不對 你就很不來善加利用一下 他有什麼東西是 劉金龍可能先 第一太快他來不及講 第二這個字他聽了他沒有聽懂 對不對 如果說其實他這個字 這個 這個好像跟我很熟 可是又沒有很熟 那個中文是什麼 然後就很快就變下一個 所以就miss掉這個機會 只要他沒有講 或者是他講錯的 你都把它記下來 好不好 所以在旁邊的同學之後 每一個人講完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檢討的機會 然後在檢討的時候 你就要跟他說 啊你剛剛able沒有講 你剛剛講psychological 你沒有講 剛剛講components 然後你在置物非常久 你還沒講完就變下一個 對不對 那這一個練習 我並不認為會有任何的單字 你不會 那如果任何單字你不會的話 你就要做檢討了 因為這個東西我已經把它 你不講評很多了 好 那我們開始囉 右邊的同學 我先把選手 我們開始囉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Explain Assume Able Achieve Assumptions Define Define It's not define Define Opinion Psychological Human Psychological Components Publication Correlate Zoology Responsible Rational Analise Study Language Feelings Trust Trust Becide Complicated Example Creative Analise Competition Children 我們來檢討看看 剛剛大概 大概講了幾層 有什麼東西是 左邊的同學 OK 我們請在記的同學 你剛剛在記嗎 你們在記 沒有在記 沒有在記 來檢討一下 你在聽 你在聽 我們請左邊的同學來舉這個手 你剛剛在聽 你覺得你的partner 每一個都有講出來的經理舉手 你覺得他大概 雖然你有100分 8、90分跑不掉的經理舉手 就是8、90分就是說 10分裡面有講8、9分 這樣很高的嘛 OK 那你大概講 我覺得他大概講6、7成的經理舉手 我覺得很多 那接下來我們重溫 還有什麼 那麼有哪一些字 你剛剛是有問題的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 Zoology Correlate Psychological Are you kidding I assume Psychological 意思 心理的 那是什麼呢 Publication 請大家進行公開 我們今天不在交單字 所以我都不討論 你全部都不討論 你身上有什麼工具 我請教你們 字典 你有帶字典 手機 手機可以上台嗎 要怎麼查 他們都有下載那個 APP之類的 趕快查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我還要再玩一次 你剛剛有什麼 沒有聽清楚的 我請你 手機上台上台上台 Example 好 趕快按一按 趕快按一按 我問你喔 你一般在家裡面做翻譯的時候 你旁邊有沒有人 如果 如果 我不問你們 你剛才能 很多人是翻譯先手 好 好 那譬如說你回去做翻譯作業 老師給你出一篇文章的時候 你可能 回家做翻譯作業對不對 你如果不會 你如果不會的話 只要假如說啦 像一片音翻中 不會的話 這些字 你會第一個選擇的是什麼 攻擊羽 去唱 手機 手機的舉手 電腦的舉手 你可能 因為你要打 打住一片是在電腦打發 對不對 電腦的舉手 對 還有什麼呢 紙本的字典的 先舉手 沒有啦 並沒有 大家都沒有 現在都不買了 對啊 現在都是上網 對啊 OK 好 插號都沒有 因為同樣的 我們還要再做一次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換人 現在換人 我們第一次求的是速度 第二次我們求的是聲量 等一下呢 我們是坐在主電的同學 來玩這個遊戲 我們剛剛是翻譯對不對 你看 我們這個遊戲是翻譯 但是每一個字 你都要講兩個以上的翻譯 譬如說Explain 你要說什麼 解釋 它叫什麼 闡釋 闡釋 它叫什麼 闡釋 解釋 說明 不一樣啊 產跟解 不一樣吧 我問你 你會跟一個小孩子 解釋這個東西什麼意思 還是你會跟他闡釋 還是不一樣吧 還有什麼 說明 說明 對 這樣就很多了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解說 你要只有四個了 Right 那這個遊戲過關的 第一標是二 兩個 譬如說 第二個是 assume assume什麼意思 你會先上去 假設 假設 你還可以說什麼 假定 假說 對不對 什麼東西 這樣你就過了 OK 所以我們剛剛 第一回合是 大家很快很快很快 把你想到的第一個 翻譯講出來 那我們接下來 因為這些東西 同樣的 我們都聽過了 所以你第二次 你沒有理由不會 而且你如果不會 我們都可以查嘛 所以這一次你要講兩個才過關 OK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子的一個遊戲呢 是因為翻譯的時候最怕你就是A 你就是背字 等一下我就等於講 B我就對照B C就是對照B 所以這樣很危險 翻譯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這個就是機械翻譯 就很像Google Translate 就很像機械翻譯 那 那麼我請你翻譯做什麼呢 那我請機械翻譯還0元 還不用成本 對不對 那就沒道理了 以後 這樣子一個翻譯的功力 這樣一個翻譯的方式 就表示你在未來很快的 會被人工智慧取代 很快的就為機器人所取代 你今天也不用來上我的趟課 所以我們在 但是翻譯的機器 它現在有沒有辦法 你給它輸入一個 它出現很多 也是也是非常有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連我給你講一個 都不能講錯很多個的話 那連翻譯 那連機器都打敗你 那就更糟糕了 大家可以來想想看 從這方面來想想看 怎麼樣人家自己職能 只是很上面的技巧 讓你說我會翻譯 但是我翻譯的比機器 不只是好 而且是好百倍好千倍 這樣才會有競爭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一次囉 那這次就是說 我們的數量不會有剛剛那麼多 因為你每個都要講兩個 以上才過關喔 OK 而且我不會挑那些 你沒有辦法想到同一詞 或者是沒有辦法想到 很多中文翻譯的 來請你做我練習 OK 我們請選手就位囉 坐在右邊的同學 我們就換人了 坐在右邊的同學你是聽 那你聽的話 你要幫他聽 他有什麼東西 他卡住 想不出來 只能講一個 沒有辦法講到兩個三個 OK 那這個每一個字中間 我會留的時間比較長 那這個比較長的時間 你就盡量講 講到你聽到下一個字為止 你可以講兩個三個 四個五個都可以 慢慢的想 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 同一詞把它講出來 重點是我們在翻譯 我們是翻譯中文 OK 那我們開始囉 Explain Assume Able Able Achieve 答到,答成,完成,做到,有很多, very good, opinion,意見,想法,看法,見解,角度,很多,立場,很多,隨便講六七個, alright, components, components,成分組成要素,零件,元件,對不對,再來囉, responsible, analyze, 分析,解釋,解構, decide,決定,決策,下決心,等等, are complicated, 複雜的,錯綜喔,錯綜喔,OK,複雜的,錯綜喔,是有可能,對不對,譬如說,這個數學,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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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如說,the math question is very complicated,那是什麼,你可以翻成說很困難,有沒有不對,對不對, 比如說,比如說,你這個,表的這個,結構非常 complicated,很複雜、很精密,對, 所以其實當你平常 你在做這樣的練習的時候 你要把它放在不同的上下文 去形容不同的東西 才能夠跳脫 complicate 一定是複雜 滾絕越多記複雜 那有不有可能是困難 有啊 有不可能是精密 也有啊 都有可能 但是一般在考試的時候 他都會考你這個這樣的練習 但是在翻譯的時候 這樣能力就很重要 因為你就會有很多種選擇 你就才從中間裡面選擇一個 最符合你翻譯的目的 可以抵達到你最想要翻譯的效果 最符合原文的那個 原汁原味的樣子跟感覺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做的是另外一個遠方向 音 中翻音 中翻音 好 那我們還是喔 我們還是要搞回去 我們請右邊的同學 右邊同學的任務是 聽到就講 聽到就講 完全不由於 這就是順便你的反應速度 我們Daryl要做的 就跟我們剛剛的這個音翻中心一樣 然後呢 第二回合的事情 就在左邊的同學 你要講的是 兩個以上 但是中翻譯可能會難一點 當然我們會有一點時間來討論 開始囉 好 右邊的同學 你就盡力就好 OK 那左邊的同學你幫他記一下 他有什麼東西 首先 他可能聽了他騎在一起 尾跳 或者他聽了他就亂講 其實根本就不是一個犯規 也很有可能啊 或者他就是 瞎扯 我們周一的什麼東西 也很有可能啊 好 那麼我們就開始囉 火紅話題 空氣品質 英文功力 打擊犯罪 口譯 上班族 外文系 平板電腦 自尊 自尊 演藝圈 生命 環窝世界 亮景 上盡心 惡性循環 痛苦 需要 需要 你想要 不要 那你怎麼會了吧 好吧 差不多 哈囉 這些應該都不是剛好意思吧 嗯 有什麼你想討論的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換人 那坐在左邊的同學 你就要講兩個以上 兩個以上的過關 所以你可以先討論 你有什麼想討論的 上盡心 上盡心 OK 我們剛剛有講到 剛剛一個東西 譬如說你在做翻譯的時候 中翻譯 上盡心 這是什麼東西 可能 一直想不出來 之中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情境裡面 然後去思考 比如說各位同學雖然不是英文系的 他們不是英文系的 不是 雖然不是英文系的 可是你們卻來修這個課 真的很有上盡心 雖然四十四 雖然四十四 雖然很需要這個全分 雖然很需要這個全分 知道嗎 外文系不能修 外文系不能修 好啦 我們其實假設是因為很有上盡心 好了 那我問你喔 那這個句子裡面這個上盡心 你覺得英文是什麼 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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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你可以說 因為我只是很勇敢 可不可以 也沒有不可以 這樣我一直這樣 這樣你應該就懂了 有時候就是說 你要形容 重點是你要形容什麼 或者是說 重點是你要形容什麼情境 所以你也不要想說 嗯 這個東西我一定要翻譯一個優美詞句 然後好像我要搞一個成語 或是好像去參加做文比賽 其實都不需要 其實都不需要 你就是首先一定是先從 你自己腦袋面的Database 我會什麼 我翻什麼 因為以後你不可能 每一個詞看到都去查 你這樣翻譯會太慢 就是老牛托破車這樣太慢 你一定是先用你會的去翻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剛剛說 very determined and someone said very ambitious where you are very hard working 或者是什麼 very driven very devoted very committed 對不對 這樣你懂的意思嗎 都可以 總要就是看情境 還有什麼想討論的嗎 還有什麼想討論的嗎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v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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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e vicious cycle 還有什麼可以來形容呢 vicious cycle 還有什麼呢 v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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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麼看來形容呢 v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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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壞了。 它是壞了。 那是壞了。 不收回。 你可以說, 它是壞了。 雖然它不是跟惡心遠, 但是至少有放一個死東西出來, 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它是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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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聽說壞了。 很多啦。 最怕就是你俗語的, 你俗語的俗語的俗語的話, 等於Vision Cycle, 這樣很危險。 因為在翻譯的時候, 你只有一種選擇。 所以你就永遠翻過出來不一樣的東西, 這樣就會很危險。 還有什麼你想要來討論的呢? 沒有的話就要開始了。 不用客氣了。 後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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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呢? Tor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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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Ach. Ach. Ach. 對不對? 等等的。 這樣都可以了。 你看這樣就四、五個很快。 還有什麼想要討論的呢? 上班族。 上班族。 在你去查之前, 在你去問你的平板電腦, 或者是你去問你的智慧手機之前, 你一定都是先從你的腦袋去思考嘛,對不對? 你唸了這麼多年的英文, 你會怎麼說這東西? 上班族。 你會怎麼說這東西? 工作人員。 什麼樣的工作人員? 辦公室工作人員。 辦公室工作人員。 還有什麼呢? 辦公室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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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九、五、五的,對不對? 超九、五、五的,那個, desk job。 Someone who has desk job. 還有什麼呢? 這樣就很多啦, 其實就很多了。 那我們可以開始進行練習了嗎? 還是不行? 還有沒有任何問題? 平板電腦。 平板電腦。 這個我會把它跳掉。 因為這個就有可能比較不適合做這樣練習吧。 通常一個特殊的專業名詞, 人名、地名、地點, 或者說像這種物件的名稱, 我們比較不常拿來做這個同志的練習。 OK? 好,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就開始囉。 咦?等一下,討論一下。 火紅話題呢? 你怎麼樣講不同的東西? Sensation. It's a sensation. It's a sensation. It's a big issue. It's a hot topic. It's a controversial issue. 有沒有聽過? Controversial issue. 也可以嗎? 或者什麼呢? 還可以說什麼? It's a trending topic. 有沒有聽過? Trending topic. Trending. Trending. Trending topic. 很多嘛。 反正你就是用, 比如說,如果真的不會就是 It's very hot. 也可以。 可以用hot來形容它。 好,那我們來開始囉。 然後這一次呢, 我們會給大家比較多的時間。 每一個的話, 你就要想兩個以上才過關囉。 開始囉。 火紅話題。 英文公立。 打擊犯罪。 打擊犯罪。 口意。 大陸。 上班族。 演藝圈。 自尊。 凡有世界。 亮节。 少尽兴。 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迫苦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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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 需要 I want it, I require it, I demand it 有很多嘛 OK 好 那麼我們就今天就活動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了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像這種翻譯 跨語言的換句話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它是一個既沒有什麼成本 而且非常簡單 而且是你自己每天可以做十十五種種 你可以去想想看 因為雖然它的原理很簡單 但是大部分的時間都卡好的說快出來 那當你做這樣子的練習的時候 你在語言之間轉換 就會比較有一些多餘的一些資源 這樣你就知道 能夠跳脫我們一天一般的考試 或者是備單字的模式 OK 好